再来关心陈水扁的新书关不住的声音 今天下午就要上架了 而这本新书可以说是针对蔡英文出了第三招了 在过去已经两度了 第一次呢是搬出来说 他挺这个陈唐山参选到底啊 蔡英文呢就搬出来个李俊逸来提名 好了这一次没有把他整到 第二招呢就是在讲了并书长啊 这个吴乃仁 陈水扁不是讲说吴乃仁金钱会有问题吗 这招如果再没有效 就是等着看今天出的书了 他后悔提拔蔡英文来担任民进党党主席 陈水扁新书关不住的声音出炉 封面放着和各天王的合照 旅游苏写排排站却独确喊蔡英文的合照 但他写给自己的信中对蔡英文满是抱怨 陈水扁说2004年10月后悔提名蔡英文 担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到现在他也不会成为党主席 媒体现在不会呼吁民进党要有魄力 不怕受伤害的领导人 痛批蔡英文没有Gods 陈水扁还说 蔡英文入党到现在2008年4月担任党主席 才三年六个月的时间 难怪说自己还在学习当民进党员 不相信蔡英文是蓝骨绿皮 但真正成为民进党领导人 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学习 那过去对蔡英文一路走来 对在执政的时候对蔡英文的提息 那今天他人轮为在看守所这边 那蔡主席对他的关心我想每个人都知道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心他 我想他难免会有这样子的感慨 话点到为止 陈水扁还在书中说自己当初不应该辞去党主席 应该总统监院党主席 稳定民进党做到总统卸任后为止 陈水扁还说2004年立委选举 民进党从87席增加到89席 得票率得票数都成长 为何还要负责辞职下台 对自己满是委屈 郑新住高雄那边郑新住议员的服务处 他就跟我预定了500本 一次预定500本真豪气 陈水扁新书8号上架 手刷2万本定价188 风底放着和家园间温馨的合照 但再度的照片似乎没有陈水扁 对党内同志抨击来的精彩 中文新闻陈一帆宁家园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